女孩怎么都没想到 被哥布林欺负的自己 竟然要向哥布林求救 这个不一样的哥布林 并没有让女孩失望 冒死出生阻止 没想到 却被童族以为要独吞猎物 集体冲来要将其消灭 面对童族的凶猛进攻 哥布林决定不再留守 掏出自己珍藏已久的宝刀 杀意紧摆 其余童族 无不被面前 哥布林的凶煞之气震慑 紧接着 更是慌乱地逃跑 被女孩上前感谢的哥布林 原来名叫林天 但这个系统 却迟迟没有启动完成 除了能看到些树脂 好像没有其他作用 林天更是从那个女孩口中得知 这个神创的世界 有着各种各样的强大魔物 人类也凭借实力 在这片大陆拥有一席之地 而我转生成的哥布林 则是这个世界最弱小肮当的魔物 看着面前的属性面板我知道 我的树脂实在太低了 就算在哥布林种群里 我也是垫底的存在 要想变强 也不是没有办法 那就是和这些妹子交配 哥布林有着通过 不断交配和繁衍来变强的能力 但是他们没有雌性 想要繁衍 就只能通过和其他雌性生物交配 来完成 所以他们会不断地掠夺 不过我曾经是个人类 对女孩做这种事 实在是做不出来 林天纠结地想到 就在这时妹子发话了 经过这几天 相处我已经明白了 你很不同 你其实也不想 和这些哥布林生活在一起对吧 林天听到后 有些诧异地 看着继续讲话的对方 到时候 我告诉骑士团真相 赏罚分明的骑士团 定会带你去村子里生活 他说的也没错 就算系统无法开启 只要撑到人类来救他 换取人类的庇护先活下去 再慢慢研究 这个系统的开启条件 就在这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从入口处传来 该死 那些哥布林又回来了 看着衣着暴露的女孩 林天赶紧让对方 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紧接着 林天便摆出攻击姿态 没想到哥布林 却是边跑边慌张地大喊 人类 人类来了 我要交配变强 然后便回头说道 好像是人类来救你了 肯定是骑士团的人 太好了 我们出去看看 女孩说吧 便一脸期待地跑了出去 跟着奔跑出来的林天 却是猛地杀住脚步 记得关注再走 震惊了震惊了 他是人族已纯洁文明的圣别圣女 竟然出手解救了 让人族无比仇恨 只会掠夺和繁衍的哥布林 原来就在刚刚 林天目瞪口呆地 看着眼前一幕 只见人类强者 一见将树枝哥布林劈飞 紧接着 更是满脸厌恶地回头 可恶 这些肮脏的东西 竟然撕坏了我的衣服 更让林天震惊的是 出现在面前的属性面板 这怎么可能 穿越过来后 第一次看到这么强的树枝 这真的是人类吗 没有意识到 危险的女孩 还在高兴地打着招呼 团长 我们在这里 没想到迎接她的 不是拥抱是劈砍 一直提防着的林天 亦是不敢相信 伴随着一声小心 林天在宝殿展下的一瞬间 一把将女孩撞开 紧接着猛逼中的两人 便滚落一旁 起身的林天 静怡不定地想造 不是来救人的吗 怎么还出手了 难道是因为洞穴太黑暗 把这妹子错任成哥布林了 与此同时 一脸凶向的人类强者 实践向两人漫步走来 竟然被哥布林 躲过了攻击 真是耻辱 不明真相的女孩 更是大喊 团长是我 我是凯利亚 闭嘴凯利亚 我知道是你 只见团长一脸冷漠地 看着一脸茫然的凯利亚 你已经被哥布林玷污 说不定还怀上了 哥布林的剑种 你这下剑的东西 还想让我放过你 真是可笑 你还是去对伟大的圣母 忏悔你的罪过吧 倍感委屈的凯利亚 却是声泪俱下 团长 我虽然被抓走了 但是我没有被哥布林玷污 是她 说吧便指向一旁的林天 是这只哥布林保护了我 编故事 也要编个像样点的吧 你当我是傻子吗 和这些下剑生物一起上路吧 说完就要挥剑砍下 不可置信的林天跑了过去 一把将凯利亚推开 快跑 那边有出口 离开这里 该死 没想到是这种结果 面对必死的一击 林天还是手持木棒迎了上去 伴随一声闷响 林天不可置信的睁大双眼 一道女声也随之传来 慢着 洛德尔 听到声音的洛德尔 也是一脸猛逼的 看着保护罩内 瞪大双眼的林天 这只哥布林 好像有些奇怪 带领着一众歧视的圣洁女子 缓缓说道 一旁的凯利亚 却是连忙爬了过来 圣女大人 救救我圣女大人 更是好似抓住 救命稻草的妻身上前 救救我圣女大人 安抚好凯利亚的圣女 出声询问林天 哥布林 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她就是他们说的圣殿 代言人圣女伊弗雷雅 想要离开这里 这可能是唯一的希望了 从然希望的林天连忙出声 我能 你就是他们提到过的圣女吧 我其实根本不是 这个世界的怪物 我曾经也是人类 因为意外才变成这样的 我可以回去和你们好好解释 就在林天说完后 众人明显不幸 一时间气氛凝重 记得关注再走 震惊了震惊了 本该必死的肮脏魔物 没有被杀 被解救的人质 却被同类杀害 原来就在刚刚 听完林天好似天方夜谭的话语 众人根本不信 使得气氛凝重 圣女却是率先微笑打破僵局 哥布林都是蠢笨低贱的生物 没有办法这么流利的说话和思考 她可能是圣女赐给我们的礼物 一旁的团长也是附和 好像确实比那些哥布林聪明 凯利亚 这只哥布林 真的没有伤害你吗 见危机化解的凯利亚连忙说道 是的 不仅没有伤害我 还一直保护我 不被别的哥布林欺负 既然如此特别就先带回去 我们好好研究一下再定夺 见圣女如此开明 凯利亚一脸崇拜 你愿意吗 圣女温和的声音 也在林天耳边响起 我愿意跟你们走 对新生活抱有期望的林天 一脸认真 更是想到 终于来了的能听人说话的了 既然留下也是死 还不如回去自证清白 伴随着圣女打了一个响指 即是保护 也是囚牢的淡金色光照 也随之碎裂 解除危机的林天 还沉浸在魔法的不可思议当中 那我们走吧 洛德尔 随着话音落下 转身的圣女 已经变了脸色 谢谢你的恩情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诉说着的林天 根本没有发现氛围的不对 此时在林天看不到的前方 圣女亦是表情完美的回应 当然 伴随着圣女话语的落下 身后的团长 亦是一件 捅入凯利亚的要案 听到一响的林天停下脚步 回头看到了 这不可置信的一幕 已经是失去生命的凯利亚 被好似垃圾一样扔在地上 幡然醒悟的林天 此时瞳孔微缩 满脸惊恐 等回去后 你可要好好地报答我 圣女伊弗雷亚恶魔般的声音 也随之响起 一周后 伴随着小镇钟声的响起 归来的圣团团长 在台上虚伪地演讲着 这次哥布林的偷袭 给光明镇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残害了光明镇的30名居民 听到此处的村民 亦是愤怒无比 要让哥布林血债血偿 团长看到 已经达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 便把手一挥 事宜安静 不过 圣团已经代表圣殿 肃清了这些哥布林 为受害的村民报仇了 圣女此时亦是边走边说 继续向圣殿虔诚的祈祷吧 圣殿会永远守护 她虔诚的子民 配合着天衣无缝的圣女 依弗雷雅 此时满脸慈爱的张开双臂 伴随着周身金光闪现 显得神圣无比 与此同时不知名的房间内 不断有剧烈的喘息声传出 一道悦耳的女声也随之响起 今天的步道也很成功 这些村民 还是一如既往的愚蠢 回到住所的依弗雷雅 看着装有血液的试管 心情大好 这下 他们一定会更加虔诚地 向神殿祈祷并进现 记得关注再走 这个妹子表面上 是一个高贵纯洁的圣女 暗地里却是一个心灵扭曲 以折磨人为乐的变态 原来就在刚刚 回到住所的圣女依弗雷雅 击蛊惑了村民 又获得实验素材 心情大好 依弗雷雅 遭受非人折磨的灵天 有气无力地喊道 然而依弗雷雅 却是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 只见灵天浑身血肉模糊 恶狠狠地诅咒着 你这个该死的恶魔 看到这一幕的伊弗雷雅 却是大为震惊 只因为她知道 面前的灵天 遭受了多么非人的折磨 这顽强的生命力 真是让人震惊 难怪圣殿 怎么都无法把哥布林 从大陆上跟除 想到此处 伊弗雷雅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这次不如再试试毒素 对哥布林的影响 听到此处的灵天 咬牙切齿难掩愤怒 你不但骗了所有人 还杀了凯丽雅 这就是你们圣团 这就是你们人类 所谓的正义吗 就在此时 一截木棍 却是直接插入灵天口中 手持木棍的伊弗雷雅 此刻满目争鸣 再无圣洁 你这种弱小的垃圾魔物 只会发情的哥布林 竟敢质疑 我们人类的正义 凯丽雅是被你害死的 在帮你说话之时 她就已经背叛了人类 背叛了圣团 死亡是她最后的忠诚 说到此处的伊弗雷雅 已经面目扭曲 哥布林本是这片 大陆上臭虫一样的存在 本圣女屈尊跟你说话 就是对你莫大的恩赐 你就感恩戴德的 用你渺小而恶心的躯体 为人类与圣团的试验 做贡献吧 说吧 便发动了恶毒的魔法 被固定在法阵中央的灵天 只能被启动的魔法 不断侵蚀 临死之际的灵天 脑海中却是闪过无数画面 自己重生成一只 低等的哥布林 竟还可笑地 揣着人类的怜悯之心 以为他们都是正义起善良的 回顾这一世 弱小起天真 是我最致命的错误 被他们带回村庄后 就被洛德尔和伊弗雷雅 用各种手段折磨取了 就算我反复解释 他们也从未相信我的每一句话 更是没活几天 就被一个变态的恶魔玩弄致死 剧烈的疼痛 使灵天的意识开始沉沦 如果能够重来 我绝不会相信人类 如果能够重来 我一定要复仇 就在此时灵魂状态的灵天 却是瞪大双眼 看着自己漂浮的身体 茫然想到 我还没死吗 这里是什么地方 伴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 灵天看着面前激活的系统 哥布林人生模拟系统 什么鬼 这就是我的随身系统吧 原来需要死后才能激活 就在这时灵天震惊地发现 这个系统能不让他复活 不过还是重生为 最低的魔物哥布林 看着系统的灵天提出疑问 系统是与否分别代表着什么 经过系统的解释 选否代表着彻底消亡 选试则是带着记忆与系统 回到一周前的哥布林洞穴 陷入沉思的灵天喃喃道 带着记忆回到一周前 我懂了 说完的灵天却是笑了起来 原来这是一次复仇的机会 我一定要向洛德尔和伊弗雷亚复仇 不再犹豫的灵天 直接选择了试的按理 系统提示也随之响起 你一选择重开 正在跃迁至哥布林巢穴 此时最后一声系统提示音传来 哥布林第二次开启 系统为了让灵天活得更久一点 还对其进行了强化 记得关注再走 震惊了震惊了 渣渣男主竟然觉醒逆天系统 不仅让男主重生 还让其从哥布林 变成了对异性魅力十足的哥布帅 灵天看着重生后 自己模样大变的身体 不由感叹 系统的强化还真是一点点 伴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 系统对灵天发来提示 人类圣团即将抵达 危机并没有解除 而且再次死亡 系统将无法再次复活宿主 看到跟自己猜测 基本一致的提示 灵天按道 果然 圣团马上就要到了 不能掉以轻心 系统你能做什么 本系统可以模拟宿主的一生 可以提前预知 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每次模拟 有24小时冷却时间 结束后会获得积分点 积分点可以兑换物品 最后请宿主注意 每次宿主选择的不同 未来的结局也都会不同 模拟人生 那就是可以预知未来的机会 此刻灵天也意识到 这是一项多么变态的技能 立刻开启模拟人生 说吧 灵天大手一挥 要寻找那一线生机 当前剧情 逃出哥布林洞窟 你所在的洞窟 被以洛德尔为首的圣团发现 需要进行以下抉择 一是警告同族 并联合起来 共同对付圣团 积分点加十 二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积分点加五 三是躲在洞窟里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一切交给天意 积分点加零 灵天看着面前的三个选项 陷入沉思 虽然只有三个选项 但是自己很确定 就算整个洞窟的 哥布林加在一起 也不可能是 洛德尔一个人的对手 只有逃走 才是唯一的希望 但是灵天却是选择了第一项 先模拟试试看 就选这个分数最高的选项 如果可以兑换一把武器的话 说不定可以偷袭击败他们 伴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 看着和自己猜测的结果一模一样 由于巨大的实力差距 所有的哥布林都被斩杀 模拟结束后 十个积分也随之到账 初次尝试模拟的灵天神情严肃 果然和我想的没错 只靠这里的哥布林 是不可能活命的 不过积分到手了 下一步就是兑换武器 系统打开兑换商城 灵天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 不由感叹 竟然有这么多可以兑换的武器 不过我的积分太少了 只能过过眼影 迅速查看的灵天 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武器 这把匕首刚好需要十积分 获得匕首的灵天 没有想到的是 系统出品的匕首 和哥布林的武器 减持云泥之别 只要能击中要害 一定能一击致命 突然想起 什么的灵天神色凝重 系统 为什么没有看到凯莉亚 她去哪了 因为宿主重生 部分时间细节会发生改变 在这次的时间线中 凯莉亚没有被哥布林掳走 还是继续在村庄里 过着幸福生活 听到这出乎意料的答案 灵天一时感到 人生模拟系统的深不可测 原来如此 看来我也算是完成 和凯莉亚的约定了 既然这样 我就再也没有任何顾虑了 记得关注再走 来了来了 高贵纯洁的圣女 伊弗雷亚 只是听闻林天本人 便被勾起了内心 最深处的变态欲望 原来就在刚刚 林天知道时间线 发生了变动 再也没有了后部之忧 逃出去活下来 成了自己唯一的目标 当即便向深处的出口跑去 这里是最偏最窄的通道 出口小的外面 把手也肯定相对薄弱 事实上也确实 躲在暗处的林天 更是无意间偷听到了一个真相 这里洞口最小 跑出来的哥布林 也都是最废物的 我一锤就能敲死一个 你可别忘了 洛德尔大人吩咐过 要是有趁乱跑过来的女孩 一定要杀了 不能让这件事传到村子里 听到此处 林天亦是愤怒 可恶的圣团 只要涉及到了他们的统治 竟然连无辜的同族都不放过 更别说我这样的哥布林了 灵光一闪的林天系上心头 当即捏住鼻子 救命啊 我是光明镇上的少女 被哥布林抓来了 慌乱的少女声从洞内传出 把守的两人并没有多想 果然来了 杀了这个漏网之鱼 洛德尔大人一定会奖励我们的 其中一人将匕首藏于身后 向洞口走去 脸上挂着人畜无害的微笑 出来吧 别怕 我是骑士团的人 我来送你回 一声一响过后 声音也戛然而止 原来是林天瞅准时机 对其一刀封喉 另一人看到 同伴身体摇摇晃晃 便出声询问 你磨磨蹭蹭地做什么 赶紧地 向前走去的圣团成员 并没有发现 同伴尸体下的林天 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察觉到来人到达最佳攻击距离 林天一个剑步闪身上前 哥布林 震惊的话语 从来不及反映的圣团成员口中传出 林天只是一击 就对其造成了横跨整个身体的巨大伤口 你竟然会说话 此时的圣团成员 哪里还不明白 刚刚洞窟中的少女求救声 正是这只哥布林发出的 有女儿 她们都在等着我回家 你这么聪明 一定能理解吧 我只是听命于圣团而已 我是被迫来这里的 不再相信人类的林天 只是冷冷地看着对方 圣团成员一边许诺着众多好处 一边手握匕首寻找时机 面对林天故意露出的破绽 却是一脸凌笑 愚蠢的畜生去死罢 最后却是被林天的一个华丽转身 一箭消首 就在此时 洞窟内传来了打斗声 以及哥布林的惨叫声 是洛德尔他们 这么快就追来 当即林天扒下一套衣服 很快我们就会再次相见的 洛德尔 伊弗雷雅 林天迎着余晖走向远方 发现不对的洛德尔 与伊弗雷雅 来到此处查看 怎么回事 难道有漏网的哥布林 仔细查看的洛德尔意识疑惑 能杀掉他们两个的哥布林 应该是变种的吧 内心变态的伊弗雷雅 却是开始兴奋 变种的哥布林 一定很好玩吧 要是能抓到的话 我一定要玩得痛快 记得关注再走 震惊了震惊了 众所周知 哥布林只有雄性 但是男主却遇到了 万年难得一见的雌性哥布林 原来就在刚刚 逃到森林深处的林天 终于有了喘息之机 终于活下来了 大口吃着野果的林天 却是计划复仇 既然你们那么憎恨哥布林 那我就用哥布林的方式 来对付你们 哥布林的特性 是可以通过交配和吞噬升级 一边提升自己的数值 一边培育更强的 下一代扩张势力 这一事 我要让每一个男人 活着唯一的奢望就是死亡 让每一个女人 都在我脚下呻吟和哀嚎 就在此时 林天身后的草丛中 却传来一响 使得林天再次神经紧绷 难道洛德尔那帮人 还没放弃追杀我吗 灰暗的森林中 却是走出一个 穿着斗篷的高挑身影 深知敌灵我暗的林天 一个健库上前掀下手为强 神 什么人 被袭击者猛然后退的同时 脚跟绊在石头上 伴随着一声大叫 来人在摔倒的瞬间 也露出了真容 哥布林 看到这一幕的林天 意识不可置信 似乎还会说话 更让林天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倒在地上的哥布林 竟然风姿绰约 貌美动人 在林天的认知里 哥布林只有雄性 这也是他们只能通过 与其他生物交配 才能繁衍的原因 就在林天认真观察思考之时 哥布林女孩 却是背下的瑟瑟发抖 请 请不要伤害我 我只是来打水的 怎么回事 这只哥布林 怎么能说出完整的句子 当即林天 就用系统对其查看属性 这一看 便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只因为与这只雌性 哥布林结合 就能成为传说中的 哥布林神 经过了解 妹子名叫哥布月 见妹子在哥布林中 如此鹤立鸡群 林天不由地凑近 打量对方 哥布月却被吓得眼含泪水 我真的是被族长 喊来打水的 要是打不到水 会被族长打死的 说吧 便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对不起 你不要哭了 林天一边道歉 一边安抚对方 本就被追杀的林天 不由地观察着四周 再哭下去 怕是会引来 罗德尔那帮人 哥布月却是 好奇地打量着林天 你也可以说话 深知一般 哥布林不能说话的林天 一时面带微笑 当然 就在林天起身 准备离开时 却被哥布月拉住 你真吼 别的哥布林 只会打我骂我 第一次有人 这么小心地呵护我 你要是没地方去的话 就跟我回部落里吧 激动的林天 一把抓住 哥布月的双肩 真的吗 这附近有哥布林部落 头一次与异性 亲密接触的哥布月 却是有些害羞 有啊 我带你去部落里看看 这也正合了林天心意 只因为林天正愁 不知道去哪里招募手下 记得关注再走 来了来了 没想到男主 竟然自带王霸之气 只是一眼就让老族 长起了杀心 原来就在刚刚 林天跟着哥布月 来到部落 就被附近的哥布林发现 当场围了起来 林天却是在仔细观察 这个部落的哥布林 数量十分可观 复仇的第一步 就从这里开始 面对凶神扼杀的哥布林 林天却是丝毫不慌 我是来加入你们的 让我见见你们的老大 没想到换来的 却是一众 哥布林喳喳的蔑视 老大是你想见就见的 先抓起来 再送去见老大 哥布月看到事情 在向不利的方向发展 当即鼓起勇气 他不是坏人 先不要动手 并直接从林天身后站了出来 犹如老母鸡一样 将林天护住 就在这时 一个长相争鸣 手持骷髅法杖的 哥布林走了过来 都聚在这里做什么 真是吵死了 当即林天对其查看属性 看到面板的一瞬间 林天整个人瞬间不淡定了 没想到这个部落 居然有等级这么高的哥布林 哥布林祭祀 却是伸手指向林天 这个外族人 是你带回来的 面对询问 胆小的哥布月并没有退缩 是 是我带回来的 他没有去的地方 哥布林祭祀一眼就看出 林天会危及到 自己的统治地位 便阴冷一笑 很好 右手骷髅法杖向前一挥 把这个怪家伙杀了吃掉 哥布林小弟 一把撞开哥布月 手持粗糙武器冲向林天 面对如此情形 林天意识拔出了腰间武器护身 慢着 我会制作武器 让我加入你们 我可以让你们变得更强更有实力 林天的话语 成功引起了哥布林祭祀的兴趣 当即把手一挥 带着压迫感 慢慢向林天走来 用那肩肠 满是黑头的鼻子 除在林天身上闻了又闻 你身上没有说谎的味道 说说吧 你能制作什么武器 只要找到铁矿原料 就能制作简易的铁器 给我些时间 不止我手里这种 比他更厉害的武器 也不成问题 说完的林天 收起轻视之心 这祭祀 竟然也能说出完整的句子 看来等级越高的哥布林 智慧程度也越高 紧接着 林天疯狂化病 部落里如果有了铁器 遇到魔物或者人类 就可以打赢了 听到这话 在场的哥布林 无不双眼放光充满向往 好 给你这个机会 三天内找到铁矿 把铁器做出来 就饶你不死 如果做不出来 说吧 便伸手一指 不止你要死 他也要死 哥布林祭祀说完 便不再管林天 带着一众小弟返回帐篷 林天一边安抚受惊的哥布月 一边想到 这老东西 还真是狠毒 发起风来 连同族都不放过 现在实力无法与之正面抗衡 先做些铁器 火焰时间变强嘛 记得关注再走 来了来了 林天终于忍不住成神的诱惑 对唯一的雌性哥布林 展开了爱情公式 原来就在刚刚 因为许下了军令状 林天当即就带着一众哥布林 踏上了寻找铁矿的旅程 身为女孩子的哥布月 却是率先支撑不住 等 等等我 走了一整天了 我有点走不动了 没想到换来的不是同情与理解 而是一只可恶的大脚 去你的 丑东西 找不到铁矿打死你 丑陋的哥布林 自丑不知地对哥布月进行的攻击 柔弱的哥布月 只能蜷缩前护住自己 好疼啊 别打了 我不敢了 哥布月低声下气的求饶声 却是激起了哥布林的凶性 换来了更加猛烈的攻击和虐待 就在这时 一块石头狠狠地击中了带头攻击的哥布林 当即中哥布林停下攻击 神色不善地朝林天看了过来 林天却是早有对策 让你们跟着过来 是来帮忙找铁矿石的 不是来打架的 铁矿石长什么样 已经告诉你们了 想活命的话 就到前面的山子 至少给我找出一块铁矿石来 要不然都得死 说到最后 林天语气森冷 右手更是伸向腰间 胸向毕露的表情 搭配上冒着寒光的鼻鼠 众哥布林喳喳 无不感寒瑟瑟发 可恶 能找到铁矿 老大不会放过你的 一边说着狠话 一边迅速跑去寻找铁矿 此时林天一时在思考后路 他们说的没错 就算做出铁器 被杀也是迟早的事 看着正在哭泣的哥布月 林天想起了那句系统的提示 只要与之结合 自己就能成为传说中的哥布林神 是时候考虑变强了 哥布月 别哭了 林天温柔的声音 在哥布月耳边响起 紧接着 更是在其身前蹲下 只见林天一脸深情地望着哥布月 哥布月 你愿意跟着我吗 只要你跟着我 从今往后我会保护你的 给你住大房子吃山珍海味 没有人敢在欺负你 哥布月听完弱弱地回道 这 真的吗 林天一看有戏 立马趁热打铁 当然 我说话算话 不过我们现在太弱小了 想要不被欺负 我需要你帮我变强 哥布月一脸迷茫 怎么才能帮你变得更强 只见林天脸上一本正经地说道 只要你愿意跟我伤孩子 我就可以变强 单纯善良的哥布月 哪见过这种阵势 被林天一套组合拳下来 不但不生气 竟然还露出了期待的表情 这 真的可以 可是我还没试过 听到此话林天心中暗自一喜 对哥布月也更加温柔 没关系的 只要你愿意 记得关注再走 亲上了亲上了 林天直接吻上了心甘情愿芳心暗许的哥布月 紧接着心跳加速的两人 顺势躺下食指紧后 单纯的哥布月 不仅双眼迷离 更是弱弱地爆出虎狼之词 我想让你变强 请 请让我为你生小宝宝吧 出肠破瓜之痛的哥布月 没有尖叫 只是用含有泪水的大眼 深情地望着林天 宿主未来 会与哥布月有七个孩子 等级上线提升 对系统炙弱网闻的林天 却是无比疼惜地 看着哥布月 感觉到对方 已经适应的林天开始发力 面对林天的勇猛征伐 出肠进骨的哥布月 意识全力配合 就在结束之时 系统信息再次到来 由于资质的限制 只获得了部分属性加强 林天当即查看起了 已经大便的属性面板 感受着充满力量的身体 没想到 不仅提升了等级 连外在形态都进行了增强 这样一来 对上哥布林祭祀的胜算就变大了 当即林天 捡起地上的斗篷 披在了浑身贪软的哥布月身上 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 我会保护你一辈子的 从小没有被人关爱过的 哥布月听后 幸福感瞬间拉满 林天 你真好 就在这时 远方传来了凄惨的呼救声 将两人的温馨氛围打破 只见哥布林小弟 一边抱着铁矿 一边拼命大喊 救 救命 有 有狼 只见哥布林小弟身后 紧跟着一只体型硕大的魔狼 看到其左抱之物 林天意识有些震惊 这几个家伙 还真找到铁矿石了 不过带回来的麻烦也不小 当即林天 就安置好哥布月 手持匕首准备出击 在这等我 哥布月满脸担心 林天 是魔狼小心啊 眼看哥布林小弟 就要被魔狼 追上一口吞掉 林天瞅准时机 一个箭步冲了过来 伴随着一声凄凉的狼嚎 只见林天手持匕首 一击命中魔狼要害 听到一响的哥布林小弟 也是停下查看 震惊地看着巨大的魔狼尸体 和一旁杀气腾腾的林天 做得不错 把铁矿石给我 哥布林小弟 被这突如其来的压迫感 吓得瑟瑟发 顺从地将来之不易的铁矿石 举了起来 实力暴涨的林天 看到这一幕 亦是心情大好 橙色不错 再去找些过来 等会去给你们做武器 哥布林小弟 更是只敢连连称势 经过了漫长的制作 众小弟看着林天手中的武器 充满好奇 更是怀疑 岂止是徒有其表 伴随着林天 是我用铁矿随便做的武器 一旁的哥布林小弟 更是神助攻 没骗你们 他就是 用武器杀了魔狼 这铁矛比时髦厉害多了 林天看着一众双目放光 满脸期待的哥布林 当即准备建立威信 大喊 你们想不想要 看到这一幕的哥布林祭祀 却是心中冷笑暗藏杀机 记得关注再走 来了来了 哥布林中唯一的雌性 被男主视若珍宝 喳喳反派 却对其图谋不滚 原来就在刚刚 看着想要夺取自己 组长之位的林天 哥布林祭祀满脸阴沉 当即将自己的法杖 用力向地下一戳 不怀好意的哥布林祭祀 却是笑里藏刀 确实没有撒谎 还真能做出铁器 见林天即一众哥布林小弟 看向自己 为了让自己稳坐组长之位 便对林天进行刁难 但是想留下来 可没有那么简单 除非你在两天之内 做出50只这样的武器 听完后 率先打抱不平的 却是哥布林小弟 老 老大怎么跟人类一样 坏了 转身的哥布林祭祀 却是咬牙切齿 满目阴沉 然而 动关全场的林天 却是嘴角微微上扬 只因为一切 正在按计划顺利进行 交付当天 林天顺利地将 58武器制作出来 煞时间 除了哥布林祭祀 在场的哥布林 无不欣喜若狂 在这一刻 林天在哥布林部落的微信 已经远超哥布林祭祀 眼前这一幕 是哥布林祭祀 所不能容忍的 但面对大事 只能暗藏杀机 你既然做到了 非常好 接下来更是好似 无比真诚地 向一众哥布林宣布 今晚大家尽情吃肉 庆祝林天加入我们 整个部落的哥布林 一是欢呼雀跃 就在大家点着篝火 吃着烤肉之时 针对林天的杀鸡 却是悄然而至 林天 这是祭祀专门留给你的 林天面无表情地 看着哥布林手中的烤肉 紧接着便大口吃了起来 下一秒 却是青筋抱起 怒怒圆瞪 看到这一幕的哥布林 被吓得六神无主 啊 林天你怎么了 就在葛布月 搀扶林天起身之时 哥布林祭祀 却是出现在两人面前 哈哈 真是愚蠢 还以为你有多聪明 外来的家伙 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的野心 敢挑战本祭祀的权威 只有死路一条 说吧 便将满是力爪的大手 伸向柔弱的葛布月 被揪住头发的葛布月 满脸痛苦 根本无力反抗 你很在意他吧 那么就好好欣赏 这个叛徒 是怎么被我割掉脑袋的吧 知道自己结局的葛布月 并没有挣扎 只是眼含泪水 满是不舍地看着林天 就在这时 一声异响在葛布月耳旁响起 一只断手也应声而飞 就在刚才还一副 要死不活的林天 此时却是生龙活虎的一刀 将其手臂斩断 哥布林祭祀 不可置信地握住断臂 这怎么可能 手持匕首的林天 一脸轻蔑 嘿嘿 愚蠢的是你才对吧 你这个糟老头 真特么阴险 原来林天早就从系统知道 哥布林祭祀会给自己下毒 自己只是将计就计配合演戏 直到自己大势已去的 哥布林祭祀 一把将自己的项链扯断 给我去死 说吧 便愤怒地向林天发动攻击 却是被早就警惕的林天 一个侧闪躲了过去 电光火石之间 哥布林祭祀 深知我命休矣 只见林天将匕首 侧举蓄力 伴出林天 是在必得的一刀斩下 哥布林祭祀就此隐命 看到这一幕的哥布林 无不震惊胆寒 记得关注再走 震惊了震惊了 肮脏的哥布林 却被精灵祖母 视为私有财产 面对女儿 对哥布林的杀之而后患 她却让其不要赶尽杀绝 满足私欲 原来就在刚刚 林天杀死哥布林祭祀 震慑全场 更是带着煞气边走边说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们的老大 紧接着 林天便用激昂的声音演讲 我会带你们攻打精灵 攻打人类 狠狠地和他们做爱做的事 和永远有吃不完的肉 说吧 林天不知道的是 自己所做的一切 恰巧被人看到 而且 还是自己心心念念的 精灵祖妹子 发现事情不同寻常的 卡珊娜面色沉重 当即便迅速返回 精灵祖大本营 只见其一个闪身落在门口 公主你回来了 侍女的声音也随之响起 看到公主走向祖母房间 精灵侍女当即阻止 公主请等一下 祖母她 没想到还没说完 就被公主冷冷地打断 不行 我有要事禀报 说吧 便大大咧咧咧地一把将门打开 母亲 我有要事要跟您汇报 但面前的一幕 却让精灵公主卡珊娜 面色羞红慌张无比 对 对不起 母亲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只见美艳的精灵祖长 正悠闲无比地享受着 几个俊俏的男精灵服饰 精灵祖母见事情紧急 便挥退几人 等一下 卡珊娜 你这么着急进来见我 是有什么急事吧 略有害羞的卡珊娜当即说道 母亲 我有些关于森林中 哥布林部落的要事 向您汇报 听到哥布林三个字 祖母眼中尽是鄙夷 哥布林 落小而又肮脏的低级魔物 他们能有什么要解的事 今天早上 我在魔化森林中 发现一只被啃光的黑病巨熊 现场的打斗痕迹 却是布满了哥布林脚印 像是魔化森林里的那些 哥布林做的 黑病巨熊 几乎是森林中 最凶猛的魔物了 按理说 哥布林不可能杀死 这种级别的魔物 说到此处 卡珊娜神色凝重 前几天 我还看到 哥布林部落的老首领 被另一只年轻的 哥布林杀害 哥布林的异动 可能与他有关 新首领 祖母听后 却是语气轻蔑 看来森林里的 哥布林数量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卡珊娜 你带几个人去 好好清理一下 哥布林 不过别一次性 都杀光了 记得留几个活的 说吧 便向一旁的男精灵 挑了挑手指 更是一脸 享受地摸了上去 毕竟声波出的 哥布林心脏 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其所做成的药剂 可是族中 男精灵的上豪补药 听后的卡珊娜 却是满脸羞红 不敢直视 是 是母亲 看到女儿卡珊娜 如此不堪 祖母更是一本正经的 爆出虎狼之词 我的好公主 你这几天辛苦了 作为奖辩 母亲今晚 就奖励你一个男精灵 记得关注再走 来了来了 前来争讨的精灵族 肃清小队 不仅全军覆没 纯洁的精灵公主 更是落入邪恶的 哥布林手中 原来就在刚刚 精灵族母 要奖励单纯的 女儿男精灵士气 卡珊娜面对母亲的奖励 害羞到了极点 母 母亲大人 我今晚再去查探查探 有事再来向您汇报 说吧 便逃跑式地快步离开 与此同时另一边 决定要对精灵动手的灵天 亦是在收集情报 老大 一根树枝 代表一间树屋 万象森林 差不多有30多个精灵树屋 但是都非常高 听完汇报的灵天 十分满意 做得不错 等打下精灵部落 赏你两只精灵 告诉大家 把铁器磨得再锋利一些 好的老大 我这就让兄弟们 准备好武器 被画大饼的胳膊铃小弟 一边擦着口水 一边做着白日梦 向一旁走去 灵天在火堆旁 则是盘算了起来 30多个精灵木屋 按照每个屋子 平均两只精灵来算 有60只精灵 加上占据矿点的十来只 也就是说 至少有70多只 谋算到这一步的灵天 则是信心十足 原来自哥布林祭祀死后 灵天就带领着哥布林们 采矿做武器 更是为了拿下精灵异足 而不断猎杀魔兽 获取有用技能 增强部落实力 最重要的是 顺利地捕杀了五尾猫 以及鬼面猴两种魔物 只因为技能攀爬和进步 在攻打精灵部落时 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哥布林的吞噬技能 整个部落的实力 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现在随便一只 哥布林的综合战力 都达到了200多 而每只精灵的综合战力 也就在200左右 再加上针对性的附加技能 部落的综合实力 已经远超精灵足了 想到此处 成就感十足的灵天 雾免有些得意 就在此时 模拟系统恰巧冷却完成 看到这一幕的灵天想到 毕竟是在精灵的地盘上 搞偷袭 还是谨慎为好 当即内心大喊 系统开始模拟 哥布林模拟人生已启动 你带领实力大增的 哥布林大军 前往精灵部落偷袭 并且有十足的把握 偷袭成功 却不料遭到精灵的提前埋伏 将哥布林引入陷阱后射杀 而你被精灵祖母抓住后 吊死在万象森林当中 被当作典型威慑 其他哥布林系统总结 本以为天衣无缝 实则在别人的掌握之中 看到这一幕的灵天大感意外 竟然是这种结局 看到那一句 在别人的掌握之中 灵天立马就想到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 自己被那些精灵监视了 哥布林的嗅觉和听觉都很发达 只要集中精神 应该就能发现些蛛丝马迹 沉下心神的灵天 开始全力倾听四周 只是片刻灵天就发现异常 远方的灌木丛中 竟有极其微小的嬉嬉琐索索之声 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暴露的卡珊娜 正在飞速撤离 这些哥布林 竟然想要偷袭不足 没想到才几天 这个部落 就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 必须回去通知母亲 就在此时 树枝利剑飙射而出 伴随着其他精灵的惨叫声 卡珊娜的臀部 也没有幸免地中了一剑 至此 整个精灵 肃清小队全军覆没 倒在地上的卡珊娜 亦是疑惑 自己竟然浑身无力 伴随着身体的奇怪变化 卡珊娜此时才明白 剑上有毒 紧接着身后想起的一句话 让卡珊娜彻底陷入绝望 老大 是只母精灵 听到的灵天 亦是咧嘴微笑 没想到这么容易 就把你们抓住了 看着面前曾经高贵的精灵 如今狼狈之急 身段相貌 更是引得哥布林小弟 双目放光直流口水 灵天却只是冷笑一声 看着 让自己在模拟中 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 灵天语气森冷 把他们 统统给我带回去 记得关注再走 来了来了 自精灵族 肃清哥布林计划失败后 精灵公主身中毒剑被 被抓回部落晕倒的卡珊娜 便被一盆冷水拖醒 这场面真是我见游帘 紧接着 就有一只大手伸了过来 只见灵天扶正头脑迷糊的卡珊娜 仔细端向 看来哥布林的体液 对雌性生物 有麻痹和亢奋的特殊作用 这样一来 对上以母系为尊的精灵族 胜算就更高了 清醒过来的卡珊娜 却是气得咬牙切齿 你们这些低贱的东西 竟敢绑架本公主 还妄图进攻精灵部族 接下来更是任不清形 是出生威胁 没有母亲的人词 你们这些蝼蚁一样的东西 早被精灵部落荡停了 你们要是感动本公主一根汗毛 母亲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没想到听闻的灵天 却是嘲讽的呵呵一笑 当即就将其狠狠地撇向地面 哼 仁慈 有意思 你口中的精灵 和我部下口中的精灵 好像不太一样 我的部下虽然很蠢 但可都不会撒谎 精灵明明可以把森林中 所有的哥布林铲除 但是 还有这么多哥布林 生活在森林中 可不仅仅是因为仁慈吧 听到此处的卡珊娜 意识震惊地睁大双眼 没想到自己的谎言 会被以蠢笨著称的 哥布林识破 脑海中更是自嘲地浮现 母亲还让自己 多留几个活口的画面 到底为什么不必多说 今晚我就会带不足去 一探究竟 就在卡珊娜心急如焚之时 更加炸裂地 一目出现了 只见灵天扭头吩咐 你们去把另外两只 已经死了的精灵 分着吃掉 吞噬他们的技能 哥布林小弟 无不欢呼雀跃 随后灵天目光邪恶地 看着卡珊娜 至于你吗 说到此处 灵天不由坏笑起来 预感到自己悲惨下场的卡珊娜 满脸惊恐地颤抖着 口里更是喊着不要 听到耳边提示音响起 灵天意识结束了 这场愉快的升级体验 与此同时另一边 精灵族大本营 祖母住所不仅灯火通明 面红耳赤之声 更是不断传出 只见精灵祖母 抚摸着已经漏气的男精灵 今天就到这里吧 正好药剂也用完了 真是让人心疼 早知道上次 就该多抓些哥布林回来 盛宴结束的精灵祖母 终于想起了正事 卡珊娜还没回来呢 被换进来的守卫单膝跪地 是的祖母 卡珊娜公主去了有些时候 按理说 应该早就回来了 祖母要不要派些人去看看 正好多少杀些哥布林 给部落里的战士们 提升下等级 精灵祖母 只是思考了片刻 好 就由你带些战士 去哥布林部落支援卡珊娜 就在此时 陌生而邪恶的声音 从窗口传了进来 你的卡珊娜 今晚不会回来了 听到此处 屋内众人无不大惊 炸了炸了 包贵的精灵祖母 对灵天不但心甘情愿 更是身先士卒的 对灵天体现自身价值 原来就在刚刚 听到窗外传来的说话声 众精灵才意识到 由外敌入侵 紧接着 就随两只利剑标射而来 实力稍差的精灵侍卫 被一剑带走 实力高强的精灵祖母 则是一把握住利剑 神色凝重的 看向被射杀的精灵侍卫 紧接着进来的灵天 犹如闲听若步 卡珊娜已经被我抓住了 马上就会有我的孩子了 说吧 更是面带邪校的调侃道 咱们可是一家人了 愤怒的精灵祖母 一把抽出宝剑 杀气凌然地看向灵天 你对我的卡珊娜做了什么 你说呢 说完的灵天 更是一副你懂得的表情 听闻此话 苗董的精灵祖母 愤怒到了极点 我要杀了你 再次升级的灵天 只是一个侧身 就躲过了其愤怒一击 你的部落已经被围攻了 如果你乖乖投降 我会考虑善待你 就在灵天说完之后 精灵祖母 竟然浑身无力地瘫软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的灵天出演几时 你刚才抓得见 扑了哥布林的体验 一旦接触 很快就会被麻痹 我劝你还是老实一些 该死 爆出粗口的精灵祖母 亦是明白 当下我为鱼肉 他为刀祖的危险处境 紧接着 灵天更是蹲下讽刺 我在外面听见你说的 升级工具和兴奋药剂了 原来精灵祖 一直以来是这样利用哥布林的 不过 我猜你没想到 有一天 哥布林会来找你们精灵算账吗 被挑起下巴的精灵祖母 亦是后悔万分 自己没有重视卡珊娜的情报 就在这时 窗外传来了嘈杂之声 精灵祖母满是疑惑 扭头的灵天 却是自言自语 看来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说吧 便将精灵祖母拎到窗台之上 好了 现在我们该来谈谈合作了 窗外的惨状 让精灵祖母 瞪大双眸不敢置信 自己的族人 正没有反抗之力地遭受无情屠戮 没有价值的男精灵 无一例外通通被杀 女精灵 则是被空手制服轮为人质 看到这一幕的精灵祖母怒不可接 你们对我的部落做了什么 灵天却是神色淡定 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接下来更是对其攻心 现在哥布林的实力 已经远超精灵 你们没有反抗能力的 就好比精灵强大的时候 胡杀哥布林 现在哥布林强大了 自然也会来报仇 我劝你还是认清现实更好 说吧 便俯身到其耳边 恩威病师拿捏人性 我需要更多更强的哥布林战士 所以还用得上你们 至于用过之后 你们是死是活 就看你这个祖母的态度了 在灵天的恩威病师 抓住灵天祈求道 只要你不杀我的孩子们 只要他们还能活下去 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说吧 便任命的贪坐在地 肩上的衣物也滑落下来 为了避免灭族之祸 精灵祖母 以一个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姿势 郑重说道 我愿意带他们一起留下来 给你们生孩子 记得关注再走 来了来了 背负的精灵母女 不但为哥布林怀上身孕 身为族长的灵天后面 更是亲自接生 原来就在精灵部落覆灭之后 整个精灵族雌性 全部被抓到哥布林部落繁衍 被关押的精灵族母 和公主卡珊娜两大美人 相互依偎着 哭诉的卡珊娜 没想到自己的母亲 竟然也落入了 哥布林的魔掌之中 精灵族母意识愧疚无比 对不起卡珊娜 是母亲的错 我低估了哥布林的实力 现在精灵族 就胜手无寸铁的女人和孩子了 为了保住精灵族的血脉 我们已经和哥布林交合了 以后 我们就只能在 哥布林部落生存了 来视察的灵天 冷冷地看着 笼中的精灵母女 你们就安心地 待在里面等待生产了 一日三餐 我会安排妥当 若是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别怪我到时候杀鸡锦猴 听到此话的精灵族母 留下绝望的泪水 我明白 但是我还有个请求 这些孩子都是我的 能不能让我来照顾他们 说吧 便望向哥布月 和他负责照顾的 抢来的十几只小精灵 看到这一幕的灵天想到 难道是因为属性的问题 就在此时 以后孩子就让他来照顾 灵天看着小精灵 与哥布林相处融洽的一幕 等这些精灵长大以后 也能为部落 带来不容小事的力量 还是先看一下 我和精灵祖母 交合后的数值 当即便手指向下一滑 看着又是资质 转化为属性 灵天不由陷入沉思 难道自己的资质 已经解锁到了最高等级 最近获得的数值 都直接转化成属性网 看来以后 只需要不断和强者 交合生子 直接增强实力就行了 目前实力 已经能碾压洛德尔 等这帮精灵生产后 再找个时机去挥挥他 半个月之后 哥布林部落 不断有哭声传出 到达生育周期的雌性精灵 不断产下新一代哥布林 天啊 这是我的孩子吗 好恶心 我不要这种可怕的孩子 灵天静静地 看着意料之中的一幕 目前的心身是多少 刚刚忙于接生的 哥布月擦着汗水 现在应该有三四十只了 好痛啊 痛苦的喊叫声 从远处传来 立刻引起了灵天的注意 只见精灵祖母 一边抱着婴儿 一边鼓舞着 卡珊娜 别放弃 用力啊 卡珊娜躺在地上表情痛苦 口中更是不断传出我不行了 救救我之类的话语 看着到来的灵天 精灵祖母好似抓住救命稻草 你快救救她 卡珊娜是第一次生产 她好像快不行了 灵天当即立断迅速上前 哥布月 你去把她的双腿掰开 我要亲自接生 记得关注再走 来了来了 哥布林走向了怀有身孕的精灵公主 看着难缠的卡珊娜 更是亲自上水接生 精灵祖母看着灵天熟练的动作 内心暗暗吃惊 你竟然还懂这个 灵天却是炙弱网闻 全神贯注地忙碌着 面临生死危机的卡珊娜 内心无比羞耻 不要 我不要你来 当即便被表情严肃的灵天训斥 闭嘴 他们也是我的孩子 几分钟之后 正在擦手的灵天淡然道 可以了 她已经没事了 一旁的哥布月 满脸崇拜地看着灵天 灵天 你好厉害 你竟然把她就回来了 另一边的卡珊娜 却是因为刚刚生产 而虚脱地昏了过去 就在灵天与哥布月离开之时 尖叫声从远方传来 只见刚刚生产的雌性精灵 被捆住双手的大呼救命 两只邪笑的哥布铃 正试图再次对其进行侵犯 真是太好了 又可以使用了 伴随着刺入声 主犯当场与命 从犯被吓得呆愣当场 惊恐地向后退缩 此时的灵天 却是心里不爽 只因为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衅 我说过 要等它们完全恢复后 才能繁殖 违抗者死 从现在开始 每只精灵额外发放 比平时多一倍的水果 被吓尿的哥布铃小弟连连称事 这一幕竟然得到了精灵祖母的认同 你好像真的和普通哥布铃不同 灵天却是表情淡然 这是应该做的 只要你们老实点 待遇会更好 说吧 离开的灵天 便开始模拟准复仇 模拟人生系统启动 当前剧情 俘虏精灵 经过你重重努力 攻下了精灵部落 并且将雌性精灵全部受惊 精灵怀孕后 产下了更强的哥布铃 看到部落成员将要扩充 你决定寻找洛德尔等人报复 你只身潜入光明阵 成功找到利润勇者团的下落 选项一 自己动手 尝试击杀洛德尔等人 平分加五十 选项二 带领哥布铃复仇 血洗光明阵 平分加三十 选项三 静观其变 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多观察一段时间 平分加十 火队旁的灵天 看到这一幕 却是陷入了沉思 虽然我现在实力 和洛德尔不相上下 但他身边的同伙 实力却不容小觑 我现在的属性 应该很简单 就能杀掉洛德尔 当季灵天选中第一项 自己动手击杀洛德尔等人 系统立马开始窥眼 你终于找到洛德尔落单的时机 你选择果断出击 洛德尔措手不及地几乎被杀 就在此时 洛德尔的师父人族剑圣 剑之圣女出现了 剑之圣女救下了洛德尔 你也惨死于他的剑下 很快 洛德尔所在的泳团 也返回了王都 再也没有出现 记得关注再走哦 来了来了 精灵祖母 竟然臣服于哥布林的淫威之下 自身的奴性彻底爆发 原来就在刚刚 系统总结 灵天面对强大的剑之圣女 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 看到这一幕的灵天 亦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剑之圣女 人族剑圣 这种核弹级别的占领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小地方 洛德尔他们很快就会离开 一旦离开 就再难找到他们了 该死 看来 我必须抓紧时间了 就在灵天一筹莫展之际 无意间撇向一旁 看到哥布月给精灵祖母送去水果 顿时灵光一闪大声喊道 哥布月 我要去人类的领地转转 部落这几天就交给你来管理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 精灵祖母 竟然比哥布月还要激动 你疯了吗 去了人类领地被发现的话 会被围攻致死 我与人类有仇 你是知道的 我必须报仇 精灵祖母 却是让人诧异的面露担忧 那也不能乱来啊 不如让我在你身上 施展前行技能 这样 你就不会被人类发现了 听到此话 灵天嘴角微微上扬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没想到你还会关心我的安全 真是难得 精灵祖母 却是一边施展魔法 一边道出原因 我只是怕你死了以后 那些哥布林 会对我们更加残忍 更何况我的孩子们都在这里 你安全回来了 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 看着远去的灵天 哥布月突然大喊 灵天 我会帮你照顾好部落的 知道了 说吧 灵天挥手示意 不用担心 来到光明镇的灵天 暗中观察着 发现镇上到处都是 维持治安的巡逻队 这一幕 让灵天察觉到 一丝不同寻常的异样 这里到处都是巡逻队 城防突然变得这么森严 难道剑之圣女提前到达了 疑惑的灵天 却是感觉十分奇怪 自己打探了半天消息 和剑之圣女 有关的风声 却是一点也没打探到 思考问题的灵天 无意间走到了光明镇的中心 被旁边的嘈杂之声吸引 走近的灵天 看着被围的水泄不通的告示牌 竟然是光明镇的 冒险小队排行榜 看着排在第一名的 薄金及历任勇者团 以及洛德尔的头像 灵天却是陷入沉思 这家伙是又进步了吗 居然排在第一名 想到此处的灵天 向另一边走去 被抓紧时间 找到更多的线索 不然复仇计划就要落空了 就在灵天走到酒馆门口时 一个让人意外的声音传了出来 今天我请客 大家好好喝的痛快 门外的灵天 突然停下脚步 听着耳边熟悉的声音 灵天嘴角微微上扬 洛德尔 你竟然在这里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推开门的灵天如意料之中 看到了正在好饮的洛德尔 以及旁人正在宣扬 洛德尔徒手震杀四壁魔猿的光荣事迹 伊弗雷亚 亦是对正在喝酒的洛德尔 进行吹捧 记得关注再走 来了来了 纵然有美貌与实力并存的 箭直圣女出现 内心扭曲的圣女伊弗雷亚 和嚣张自大的洛德尔 依旧难逃哥布林的魔掌之中 原来就在刚刚 旁人正在宣扬 洛德尔徒手震杀四壁魔猿的光荣事迹 伊弗雷亚 意识对正在喝酒的洛德尔 进行吹捧 就在此时 却被人出言嘲讽 小小的四壁魔猿 也好意思吹牛 真是搞笑 洛德尔小弟 却是怒目圆瞪 关你们波西勇者团什么事 滚一边去 近来的林天 饶有兴致地 看着眼前有趣的一幕 就在此时 边上九宝却开始拉架 最近龙岛的恶龙 到繁殖期了 见人就吃 你们要是有本事 就去屠龙 别再电了闹 说着无心听者有意 林天立即察觉到 见之圣女的出现 可能合龙有关 只见九宝一脸严肃 如果恶龙袭击光明阵 王都没有及时支援 听到此处 众人纷纷停顿 靠你们这些冒险者去战斗 只怕光明阵即将迎来黑暗 此时的洛德尔 却是装起插来 事到如今 我也不必再隐瞒了 其实见之圣女 已经在来的路上 见之圣女是我师父 我们师徒联手 此次恶龙危机 根本不算什么 殊不知此次装插 会让他和依附雷雅 付出惨重代价 听闻的众人先是震惊 反应过来后 满是开心 有见之圣女坐镇 咱们还怕什么恶龙 洛德尔 你真是光明阵的大英雄 为了完美装插 洛德尔更是豪爽地抛出钱袋 今天我请各位喝酒 就当提前庆祝圣女到来 和屠龙成功 殊不知自己的此番作为 不仅让死敌灵天获得情报 更是准备在恶龙席镇之时 展开大规模行动 当即灵天便要付款走人 还在醉酒状态的洛德尔 见状出声挽留 这位不留下来喝几杯吗 此行收获圆满的灵天 嘴角微微上扬 不用了 紧接着更是大有深意地说道 以后机会还多的是 洛德尔看着比自己还装的灵天 心中意识不太服气 时间来的几天后 见之圣女如期而至 现场热闹非凡 教堂内洛德尔见到了 自己美貌与实力并存的师尊 见之圣女 师父 这几天 恶龙在我们附近 徘徊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袭击光明镇 估计就是这几天了 教堂内礼拜结束的 见之圣女缓缓起身 却是达非所问 之前吩咐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露出真容的见之圣女 如天使般圣洁美丽 但洛德尔 却不敢有任何小心思 十把猎龙母 按照您的图纸 已经制作完成 正在城镇各个高点部署 好好部署 否则到时候 你们一个人都起不了作用 丢的是我的脸 走出教堂的见之圣女 看到外面欢迎自己的民众 不但没有开心 反而十分生气 现在是特殊时期 一个个都在这里干什么 恶龙来袭 后果不堪设想 紧张的洛德尔连忙乘势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 一声巨龙 飞速袭来的巨龙肆意掠食 刚才还在广场聚集的民众 四散而逃 看到这一幕的见之圣女 和洛德尔 更是拔出武器掩椅待阵 是侦察龙 他一出现 必定会引出恶龙团 洛德尔 带上你的伙伴 跟我一起上城墙 与此同时另一边 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老大 龙来了 我刚刚去查探了 城墙上好多士兵 听闻消息的林天 却是直接转身 知道了 时间就快到了 先在这等着 欣赏这场好戏吧 说吧 便跳望远方光明镇方向 林天知道 在他得知恶龙来袭的一刻 借助这不可多得的机会 嚣张的洛德尔 和内心阴暗的圣女伊弗雷雅 已经难逃自己的魔场之中 来了来了 曾经将哥布林 视为实验素材 和百般折磨的圣女伊弗雷雅 终于遭到了哥布林的反噬 南逃沦为繁衍工具的命运 原来就在刚刚 林天眺望着陷入战火的光明镇 随时准备进行出击 伴随着巨 无数猙獰的巨龙 从天空之中呼啸而来 但是帅不过三秒 立马就有巨龙 被强悍的猎龙母击杀 这震撼的一幕 使得洛德尔和伊弗雷雅 目瞪口呆 纵观全场 只有刚刚操作猎龙母的剑之圣女 镇定自若 更是让一旁慌张的众人 全部去其余的猎龙母方位准备好 有了主星谷的士兵 有条不紊地对猎龙母 进行装填发射 面对人类的强行攻击 巨龙开始出现伤亡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无不欢喜 但这也引起了 大boss紫禁龙母的提前登场 只见天空之中 开始乌云密布电影 震耳欲银声 使得众喳喳 纷纷失去战斗力 看到这一幕的 洛德尔和伊弗雷亚 神色凝重 第六感 更是不断传出 赶快逃命的死亡事件 伴随着震间之风 一只庞然大物 以及其嚣张的姿态 出现在众人面前 看到这一幕 众人无不腿软 竟然是凶残无比的紫禁龙母 紫禁龙母森然地 看着城墙上的猎龙母 紧接着一阵剧烈的能量波动 同其突出 下一命 毁灭性的光柱 从其口中喷射而出 面对标射而来的恐怖攻击 众喳喳无不胆寒 四散而逃 别慌 紫禁龙母交给我 你们继续坚守岗位 剑之圣女的声音 从传送阵中传出 实力强大的剑之圣女 一出现 就蓄力 用出了高阶剑技 热气方蓝 只见两道极具 毁灭性的攻击正面相撞 产生了毁天灭地的爆炸声 另一边 林天在远处纵观整个战局 没想到 竟然顶住了紫禁龙母的攻击 不过也在意料之中 看着系统探测到的属性面板 紫禁龙母虽然变态 综合战力更是高达2900 但是 剑之圣女这个家伙 才是真正不折不扣的怪物 看着系统属性面板上 高达4000战力的飞人属性 以及数国清的称谓和技能 这个女的实力 实在是太变态了 还好不是我对上她 不然麻烦大了 虽然紫禁龙母 比剑之圣女实力弱了点 但圣在生命值够高 剑之圣女一时半会儿 也解决不了紫禁龙母 看着转移战场的紫禁龙母 和剑之圣母 目睹一切的灵天欣喜恶狂 这可真是绝佳的时机啊 当即灵天嘴角微微上扬 向人类复仇的机会来了 按原计划进程 一对人引起骚动 一对人进行埋伏 说吧 无数哥布林蜂拥而出 意气风发的灵天 看着远方明晰物负的光明阵 今日天时地利人和 天命在无 灵天知道 曾经对自己百般折磨的圣女 伊弗雷雅 已经难逃自己的魔掌之中 记得关注再走哦